8月1日,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陈丽执导的大型史诗电影《古田军号》上映。 当晚,导演陈丽写影片主演《王仁军》、王志飞、胡冰、孙维明等人来到重庆与观众见面,并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。 擅长拍摄红色题材影视作品的陈丽告诉记者,深入生活真实创作的主旋律电影才能打动年轻观众。 据悉,电影《古田军号》以1929年召开的《古田会议》为史诗背景,通过一名红军小号手的视角,讲述了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到达闽西后,历经曲折,开辟出革命之路的伟大历程。 陈丽告诉记者,以《古田会议》为题材创作的影视作品较少,影片《古田军号》自2011年着手剧本创作,直到2018年才正式开机,创作前后历时八年。 其实我在整个拍摄之前,我走遍了闽西大地,因为当年我们红四军到达闽西的时候,九个月以后开的《古田会议》,我就想知道这九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所以我问了所有了解这段历史的人,然后我们也采访了当年,101岁了,当年毛主席在这儿办的平民小学的学生,然后他也给我讲了很多那时候的精彩的故事。 其实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,很多大家能够打动我们今天青年观众的,实际上是那些细节,其实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的。 只不过是我又用它最好的,最准确的艺术表达来给观众表现。 陈丽表示,本次写电影在各地录影时,他了解到一些90后和00后的年轻观众被影片深深打动。 他告诉记者,电影《古田君号》能让当代青年人有弹入感,他非常欣慰。 史实上不能有问题,然后你还要拍得好看,它局限性很大。 但是,我认为今天这个时代,如果我们还不再坚守的话,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青年人,你给他看什么。 所以难是难。 有很多看完这个《古田君号》的人说,特别是院线的人,说你改个名吧。 说你这个片子青年人一定会喜欢,太有商业性了。 他们所谓商业性就是年轻人喜欢看嘛,我说坚决不改。 我说我们就要为这种红色主旋律电影来坚守。 曾出演多部都市剧和古装剧的演员王仁钧,本次在电影《古田君号》中饰演毛泽东。 他告诉记者,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要吸引年轻观众做到真实和震撼两点即可。 因为现在的年轻观众他看到的是什么,他喜欢看的是真实,是你能不能演出一个真情的实感,你能不能够通过你的拍摄手法,通过你的视听语言,能够有一个震撼的感觉。 我觉得这个是年轻人走进影院去观看这个电影的一个契机,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很多不断的尝试和努力。 陆演现场记者注意到,演员胡斌的人气颇高,他坦言,第一次尝试军人角色压力很大,在签合约前,他特意去见了导演一面。 回来以后呢,我就想做点功课,然后做功课我也不知道从哪做起比较好,因为我在查刘安公的资料的时候,网上面其实并不多,就一页就没了。 然后我看到唯一一张网络上的照片,他骑在马上的那个脸很瘦的一个雕塑,然后那个时候很瘦,我心想说, 没有把握眼,我先把他那个形弄成相似了,然后我再去找那个神,所以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就减肥,从84公斤减到77公斤。 对吧。 对吧。